买了优惠券之后 如果想要拿优惠券身本去购买更好的服务或商品 中间价差到底该怎么算呢 台中市有民众向养生会馆购买了脚底按摩券 店家推出的优惠是 用6000块钱就可以买到12张原价600块的按摩券 等于是呢 两张送给你也可以算成是每一张呢 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够买到 但是这礼券上的面额写的是600块 那么他之后呢 想要来加价做一次一次900块钱的全身按摩 店家跟他说要补差价 那么他以为要补300块 不过店家却说补的是400块钱 让消费者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算的呢 让他一头卧水 到底怎么应该算才对呢 我们先来关心这一则的新闻内容 买礼券上养生会馆按摩 补差价发生了纠纷 消费者直接找警察上门 可是有什么误会 可是没有证件啊 我借我看一下 那个补差价的补差价的部分 补业的中心 那你应该小的 一克为真 是不是 消费者说这位柜台先生 除了礼券之外 还要他多付100块钱 事后业者强调 当时发生的事务会 这是什么差距 认识上 他们认识不一样 他们建筑之前就是 他们之前是怎么做的 那其实我刚才跟他讲的就是 正确的部分 我们觉得很奇怪 虽然只有100块的一个差距 但是心里不是觉得很舒服 这名小姐在台中一家养生会馆 购买脚底按摩券 店家推出了优惠 买10张6000块钱 再多送两张免费的 到了8月初 消费者拿600块钱的礼券 去做一次900元的全身按摩 过去多次消费都是补价差300元 但当天服务人员 购置优惠券的价值 只有500块钱 应该要补400元 消费者表示 当时立刻向柜台人员反映 询问价差金额的疑问 也请店家说清楚 讲明白 而当天也找来远景 出面协调处理 业者也改变态度 开始协调 只是双方对补价差的认知落差 看来是未完待续 中天新闻 廖荣亿 廉嘉庆 台中报道